两次上课了 上个礼拜上课的话 主要我们是讲到有关那个就是说 就是复习一下那个下载YouTube和剪辑的作业这个说明 所以我们有一个作业是做那个什么的 那个很简单 主要是第一个你用的工具 其实工具的话在云端上面也有放 在云端我们云端的这个连接 Cloud这个才记得吧 gg.gg 然后斜线Cloud toApp 这个还蛮好记的 那里面的话就是会有那个什么 YouTube相关的那工具里面 我用一二三四没有然后五 总共的话就是下载YouTube影片 然后做一些剪辑 当然记得一定要装那个解码器 然后再做什么快速的剪辑里面有个简单工具 这个工具的话 它是一个cutter也是一个joiner 然后合并之后的话再把它加字幕 那另外的话呢 就是说佼佼作业的方式的话 除了说可以把影片传给我 传到那个portal 不过portal好像不接受太大的档案 所以我讲过你干脆传到哪里 传到你的YouTube频道 有没有 所以你的YouTube频道如果没有开通的话 你就把它开通一下 然后并且把剪好的影片传上去 当然的话呢 如果你想要假设说你除了作业之外 你可以多做几个影片没关系 反正你就是说如果你多做的话你可以多传 让我知道就是说你就是在YouTube上面你有练习的一些东西了 那主要是希望你们可以多多去了解那个这个这个这个YouTube的使用方式了 至少自己有自己的频道 然后呢可以放一些影片 另外的话呢 其实它有个目的啦 将来其实如果你有YouTube频道 而且上面订阅人数也不少的话 其实你在你的履历表上面 你甚至可以把这个经验把它放在你的履历表上面 其实现在应该在业界上面其实还蛮缺 需要就是有人可以帮帮忙协助做一些那个影片的上载 还有就是剪辑啦 甚至做一些什么上一些文字啦字幕等等的工作 有点像公司的那个行销人员 有没有 因为其实有的时候啊 就是那个一个公司好坏或者一个单位的好坏啊 其实还是要有人去帮忙行销的 否则的话很多时候你根本不知道说到底某些单位做了什么事情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还是第一个上上个礼拜的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就开始来讲有关手机的APP设计 那特别注意手机的APP设计我这边用的技术啊 跟网页比较有关系 那主要就是说呢 因为网页的基本架构其实已经算非常成熟了 那只是说呢 那个网页的技术啊 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 你如果用手机来看 智慧太小 然后呢 那个按钮也太小 连接也很小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其实啊 可以用的技术啦 就是说 它那个技术的话叫 JQuery JQuery Mobile 它其实就怎么样 就是帮我们把原来小小的连接 小小的按钮 可以把它放大 让它可以让我们在 这个手机上面观看的时候呢 那个连接啦 然后那个你要点的东西呢 其实就会变得很大 而且自动变得很漂亮的一个相关技术 我们是利用这个来做 那所以呢 第一个当然呢 它跟网页基本上的架构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有练习建立一个HTML的网页 还有存档 那这里的话当然 我们是用最基本的工具 用什么工具呢 用那个记事本 所以呢 当然 我们是利用那个什么 附属用程式里面的这个记事本 那只是说呢 那这个记事本你会发现 你要自己打上一些程式上去的话 基本上其实还蛮辛苦的 因为呢 很多东西哦 牵涉到上面那个HTML语言的标签 那你必须怎么样 必须要自己打上去 然后必须在上面加上什么 加上图档啊 加上超连结 然后再连到外部 OK 所以我们上礼拜有建立一个 一个网站 所以上礼拜有个作业 就建立我的第一个网站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在那个云端上有放 所以如果你要参考相关资料的话 可以从那个Cloud to App里面 找到那个这个 这个什么App设计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HTML的教学 当然这个是最基本的 你需要了解 什么叫HTML的相关知识 所以特别注意哦 什么叫HTML 当然它是一个这个什么 Hypertext Mark of Language 其实大概知道就可以 其实就是网页背后的语言 所以基本上呢 你看到的网页 它表面是什么 里面所呈现 里面的东西 网页的语言 你可能至少要了解 那相关的知识这边都有 那我们其实主要是利用 这个上面的这些标签 像我们上个礼拜有用到P 有没有 一个P开头 一个P结束 那主要就是一个段落 这边说 这个就是一个段落 里面放哪些资料 另外的话 如果你要放一张图的话 有没有 这边有个IMG IMG的标签 实际上就是Image SR11后面 就是带一个路径 那特别注意 这个是相对路径 相对于 你目前的网页 里面会有一个什么 Image时的一个资料夹 资料夹里面的话呢 会有一个档案 比如说名称叫这一个 那它就会帮我把那个 这个图给显示出来 那LT这个一般 其实加跟不加导 无所谓 因为你如果游标 滑鼠游标放在那个图上面 它会显示 这个文字叙述 有点像什么 显示文字吧 其实一般不加也没关系 如果在手机上面 其实这个 这个其实毫无作用 因为手机上面 没有滑鼠的游标 其他的话 还有相关的结构 放一张图 这个我们有讲到 另外的话 还有所谓的标记文字 什么叫标记文字 这个你可以用H1的标签 H1其实就标题1 标题1到标题6 你会发现它会越来越小 标题1是最大的 其实一直到标题6 那就可以列一个清单 其他还有像什么LI LI其实就是项目符号 有没有 就是说那个 你假设前面是LI 它会多一个点 有点像是Word里面的 那个像 这个什么项目符号 然后还有什么 Hyperlink超连结 超连结的部分的话 比如说我要连到外部的话 就是什么呢 一个AHREF里面放一个超连结 那如果说你要连到内部的话 你就是直接给那个内部的网页的这个名称就可以了 名称里面当然包含副档名 这个部分的话 那我们其实有做一些练习 那练习的画面呢 我有把它截图下来了 所以如果你对上个礼拜的作业 就是不是那么 这有些地方缺漏的话 其实可以在这边做一些补充 那这个当然就第一段 我们HTML开头 HTML结束 Body到Body结束 然后分别做什么 H1到H6的练习 然后存档之后的话呢 我们再把这个H1到6 然后并且加上一张可爱的猫的图 OK 然后再加上超连结 然后另外的话 如果你要自中 好像有同学马上就问自中 自中的话 你其实可以再把那个 这个这个 再加一个标签 就Center Center就可以把它自中 那再来也许 就是如果你要做不止一个网页的话 特别需要 如果不止一个网页 特别注意就是说 第一个网页 首页一定叫做Index.html 这个是固定规则 OK 所以以后 只要你的首页 一定是放在那一个网站资料夹里面 会有一个叫Index.html 那以后的话呢 手机的APP 做法一模一样 所以以后 我们如果要建一个手机APP的话 那基本上 首页都会取名称叫这个 记得名称不要打错 因为打错的话 就显示不出来 那里面也许再加两个 两个网页 一个叫Page02 一个叫Page03 如果我要连接到它的话 那当然我这边底下 做一些练习 把它做一个连接 那缴交作业 就是把它压缩起来 压缩起来 变一个 第一个网站 因为我们资料夹 我这边有个 这个网站的 这个资料夹名称呢 就叫第一个网站 那你就把这个网站资料夹 怎么样 把它按右键 压缩起来 变成一个ZIP 上个礼拜缴交的作业 基本上呢 就是这个压缩档 大概锁页的外面长这样 就是里面的话 就是一个对外的猫的 维基百科连接 然后Page02 我里面是放学名 Page03里面是放物种 然后连接过去 底下有刚刚做东西 Page02 Page03 这样子的话 就是上个礼拜的作业部分 OK 所以这有个作业成员 当然 这第一个了解 怎么样建置一个网站的基本概念 可是你想说 老师如果每一次都用记事本来做 会太辛苦 当然 现在其实基本上 很少人在写网 应该没有人写网页是用记事本 会用另外的工具 什么工具呢 上个礼拜有跟各位讲过 用最多的一定是用这个DreamViewer 所以待会请各位怎么样 帮我下载这个 上连朋友讲过 你就会讲一下 如果我今天不要用记事本来写网站的话 那我该怎么利用这个DreamViewer这个软体 来帮我们做那个新增网站的动作 那打开之后的话 大概先做一些简单的设定吧 左上角有一个什么呢 下拉式的选单 就是说你现在喜欢用哪一种方式做设计 那我是建议啦 一般他预设是设计师啦 不过建议就是说因为 用传统的方式显示出来的一些工具列会比较多 而且比较不用再去把那个一些面板打开 所以我建议第一步呢 你可以先把设计师改成传统 OK 那改成传统有什么好处 上面这边会多很多面板 你的功能都出来了 你就不用再到处再去找说哪个功能 OK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待会我会教各位 如何针对这里面的功能 其实这些就是做网站的一个工具 除了可以做网站之外 当然也可以做APP 怎么做APP 里面的话有这些 请各位也许先把上面的功能先了解一下 那第一步就是把它解压缩 然后把这个改成传统 第二步的话呢 因为我们是要先建一个网站 所以理论上会先在这边新增一个网站 然后网站里面就放一个首页 就可以开始作业了 那有一些标签名称 基本上像上礼拜是要自己敲自己打 对啊 那这边的话就不用 因为它里面已经可以有选项 让你直接可以做你产生那个 这个这个这个城市的那个部分 会自动帮你产生 OK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那我刚刚是把那个上个礼拜 跟上上礼拜的相关影片 是放在那个Poto上面的教材 所以以后的话 如果你还要再看之后的影片的话 你就直接到教材里面去找找吧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